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我这个创业 我觉得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它让我减少走很多烟网路 招牌的排骨蛋炒饭 排骨炸得表层金黄 外素内嫩 炒饭粒粒分明 几乎完美不可 顶太风一份280元 这里只要将近一半的价格 160元就能吃到 在顶太风的厨房工作 跟你在自己的店这样子 的厨房工作 你觉得哪一个环境 你觉得比较 工作起来比较舒服 真的是顶太风的 你在他的厨房工作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假天不会觉得热 冬天不会觉得冷 可是这个毕竟是自己的店 对不对 自己的店再怎么样热 也是心甘情愿吧 当初会去顶太风 薪水待遇的话 优于外面的同业 真的是优于非常多这样子 这20年来说真的在那边 所接收到的照顾跟待遇的话 说真的也完全没有觉得 受到委屈的感觉这样子 会出来开这家店 就完全单纯就是 只是一个创业梦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可以 一家人可以 就是开一家店 舍弃在顶太风担任主厨 高达180万的年薪 勇敢出走只为了圆梦 你有想过就是会这么受欢迎吗 目前这个状况说 有点超乎我的预期 当初的想法就是 可能就是这附近的住户 然后附近的上班族 这样坐一坐就好了 那老板你会不会 有一点点的压力 还好呢 我是觉得我们就做 我们自己的味道这样子 Google评论当然还是有人会写 就是说什么打着 平价顶太风的名号 对我们来讲 它确实有增加我们的曝光度 对我们的生意确实是有加分 平价顶太风从头到尾 我根本就没有从我的嘴巴 讲出去过 客人来吃完以后 有些可能就是他吃过顶太风 然后他来这里吃的时候 他发现 怎么感觉味道口味 对啊 摆设都觉得 感觉好像差不多 然后就会一直套我们的话这样子 问我们说 是不是老板以前有带过顶太风这样子 对 说真的我们不喜欢用 打着平价顶太风 这几个字出来做生意 毕竟还是两个不同层级 顶太风今天能走到这一步 他真的是下了很多心血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真的 完全没有想要 就是说 要去跟他做比较还是怎样 过去的历练让蝌蚪得以将 顶太风的文化经营精神 注入这间小店 无意与顶太风比较 只希望科室味道 持续在街网飘香 虽然说是评价顶太风 但是在口味上面 还是有一些些的一个不同 那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 不过其实都是要排队的 那就看到底比较方便到这个市区 还是说你愿意可以到 北投这里来走走 不妨就来试试看 这一家小吃店 中天新闻黄家卫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